新晋小生PK网红爆款 比亚迪海豹能否推翻Model 3 一直以来 特斯拉Model 3在国内B级纯电车市场 都属于一只独秀的状态 尽管碰瓷它的车型非常多 但真正能与之抗红的基本没有 不过 随着比亚迪海豹的上市 不少人认为 它是最有资格与之Battle的卖格 造成这样的认知也很简单 如果说和EV对Model 3造成了一点威胁 那么作为比亚迪全新B级纯电车的海豹 它去挑战特斯拉Model 3 还真就名正年顺 首先是品牌层面 如今在国内市场里 比亚迪的影响力 我想不会在特斯拉之下 就拿四月车市寒冬来说 在其他厂家纷纷下滑时 比亚迪能够成为唯一一家 同比增长且翻倍的厂商 足以看出国民对其的信任 其次是技术层面 尽管和EV一直以来都卖得不错 但其底盘架构一直让人诟病 整体悬架偏硬 舒适性也一般 对于一台打着家用口号的中大型车 和EV的确有很大的升级空间 由此 比亚迪在海豹身上 自然是进行了全面的优化 海豹此次采用了双叉臂前悬架和五连杆后悬架 相比和EV的前脉浮讯后多连杆来说 在操控性和舒适性上都会好上很多 同时 比亚迪还将全新的CTB用在海豹身上 不仅扩大了电池容量带来更长续航 还增加了车身强度带来更好的安全性 最重要的是 海豹还是比亚迪首款量产的后驱车 后驱在国民消费者心中的地位不必多说 象征着操控和速度 这样来看 比亚迪海豹看上去确实没什么明显的短板 因此在海豹和model三产品力都耐打的情况下 这时候消费者看的就是设计 性价比方面了 先来说说设计 外观方面 由于主观因素很强 这边就不多做叙述 但小编个人是更喜欢海豹 因为相比和EV 我觉得真的是炫酷了很多 而配置层面就拿同为29万左右的海豹顶配版 和model三后轮驱动版来说 海豹在续航里程 动力性能 充电时间 空间方面 安全配置 舒适配置等各方面 相较model三来说 都有着更大的优势 性价比更高 这里就不多赘述 总的来说 就海豹的综合表现而言 其跟model三还真有一战之力 我想对于大多数普通消费者而言 海豹确实会比model三更香 但对于那些喜欢科技 喜欢长线的人来说 海豹在辅助驾驶方面 则不是model三的对手 不过 相信海豹只是比亚迪的一个开始 在未来 比亚迪要想全面跑赢特斯拉 应该只是时间问题 第一题 中文字幕剑